好 各位球友大家好 那这盘棋还是今天4月25号进行的西南王战比赛的第二轮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刘宇航 白棋刘宇航也是职业六段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个西南王战比赛是一天两轮啊 对棋手的这个体力也好脑力也好 这个考验都是非常的强烈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 实在柯杰往这一挂 白棋直接单关反挂 当然在这个局部呢 可能小飞挂见的比较多一点 小飞挂的话 黑棋就简单的往这定个形 白棋正头 黑棋往上一拆 白棋可能继续往右下挂脚 这个是比较多见的一个布局 单关挂当然也有 黑棋脱退之后 并没有选择花莉胡哨的走法 而是单挑了一手 就按照定式来 那么这个棋还有哪些选择呢 比方说左边的这个双飞 双飞烟完了之后脱脚 白棋沾黑棋顺势拆 黑棋能拆到这一下心情上还是特别愉悦的 首先这个白棋左边还得再补齐 右边的这个利二也是没有 暂时没有拆边 黑棋左边虽然说也签了一手棋 但是白棋也暂时动不了 等于说黑棋三块棋都得到了一个处理 并且把白棋的空给他打散 这个是黑棋不错的走法 还有一个呢 就是直接拆三 这个拆三的位置也是恰好限制了白棋拆边 那么白棋从这个右边逼的话 黑棋左边还可以来一套双飞烟 看白棋怎么硬 然后AI给出的是白棋直接飞阵头 那么黑棋左右边处理一下 再往左边拆个E 依然是愤而知之 这样的话黑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道理 好我们来看实战 实战单挑了一个白棋拆兼B 下一手棋黑棋是高打入 那么这个棋一看也是柯杰的棋 就是非常的鬼 让你捉摸不透 普通的走法呢 按道理来说还是双飞烟 最多是变个招 刚才是这个拖 对吧 你现在可以走点三三 然后呢 这个上方就算是高一段落 再往这个左下去点脚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格局 那么柯杰现在打入的这个意图 确实也是不是很明朗 具体还要看后续的实战 走完之后 他马上又来一个小飞 这个棋不仅想到前两天 这个唐长老和和谁的那场比赛 这个唐长老是往三路去小跳了一手 好像是和陀佳西的那场比赛 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一手棋白棋小尖 这一手棋也是AI的一选 不然的话 这个黑棋底下味道太饿了 就比如说搬完之后 对吧 这个他们打完再回爬 这个白棋底下就被掏空掉了 所以说补一手防止这个斑 下手棋呢 柯杰继续点33 当然你现在双飞也还行 这个地方走法特别多 你又可以选择这个长的变化 因为贴下去之后啊 马上就瞄着这个冲断 白棋得双一个 黑棋上方再一飞 仍然是一个不错的局面 所以说黑棋怎么下 好像都可以啊 那么柯杰实战也是非常灵巧的 就选择一个弃子图 简单的点33 完之后一跳 白棋阵头 这个棋棋我们要注意 不要去走这些地方了 这个吃的就太小 阵头要把它侵吞进去 那现在对于黑棋上方 两个小这个残子来说的话 可逃可不逃 主要是逃的话呢 也不一定能逃得掉 我们随便来摆一摆 比如说你夹一手 夹完之后贴下去 是吧 保证联络 白棋屈阵一手 你黑棋靠粗 由于这个地方啊 白棋不管是这个 飞也好 压也好 都是先手 在一般 黑棋怎么看都比较凶险 一般他就打 是吧 黑棋不定 这个气少 而且下方白棋 还有这个联络的手段 所以说这样下的话 黑棋大概率不行 你要硬跑的话呢 也就是这个小结 是吧 白棋就跟着你走 你跑出去也无所谓 白棋把这个底下的空一捞到 这个黑棋啊 你越跑越重 而且白棋右边像这种什么尖刺 都是属于先手嘛 黑棋还是比较危险 所以说干脆放这儿不管 这也是比较符合柯杰的作风 他也擅长利用这些残子做文章 先把左下的小一点 这个还是比较香的 做完之后呢 白棋也是 见机 补了一手 这样就彻底杜绝了黑棋 跑出去的可能 这手棋也是相当之大 后面还有一个组合拳 就是这个靠下 这个也是个先手 相当于黑棋左边啊 全部被压扁 好 下一手棋 这个黑棋往右下去守了个脚 当然这个时候 AI还给了一个思路 还要在中间欺负下白棋 比如说在这儿掉一个 下一手棋穿香眼 你要是挡住呢 我就在这儿便宜两手棋 这个倒也不是问题太大啊 并且人类也好 好像也很难有这种感觉 还是走看得见的墓鼠 飞一个白棋尖冲 这个也是局部的必然手段 黑棋贴住 当然这个棋现在对付尖冲 也有这种直接夹击 夹的话呢 这个就可能就比较飘了啊 白棋往上方飘一个 你底下大致还得再补一手 我们来看实战啊 实战就单贴 白棋一跳 走得比较正常 黑棋再往这儿打入 下一手棋白棋震头 因为白棋啊 中央白花花的 还是有很大的潜力的 所以说 把棋走在天上 也能接受 黑棋下一手呢 是直接断打 当然这个棋 如果你要求稳 你可以先跳一个 跟白棋风头做交换 这样的话 黑棋随时可以从这儿回家嘛 包括这个夹也可以 应该 跳跟稳妥啊 这个直接可以连回家 黑棋就可以在左边动手 断打完之后一场 白棋拐下去 黑棋 先手斑瞻 然后再考虑是 从这儿去穿出去呢 还是连回家 这个就是要看 后面的选择了 这也是一种思路 黑棋实战单打 贴住 白棋打完之后 再一场 下一手棋呢 柯杰走的是单拐 这个棋啊 如果说黑棋贴的话 那又形成另外一种变化了 贴我们刚才说的 白棋 左上脚 这个靠下去是个先手 他就可以把这三个子动出 你再压他再长 是吧 这个黑棋还是比较烦躁的 你虽然说有这个段 白棋现在暂时争不死你 但是白棋有个二路小间的手筋啊 这个棋可以说瞄着两个地方 一个是把你给拍死 如果你要是在这儿补棋呢 白棋就搬到脚上 将来把你搜刮一通 这个黑棋也是特别的惨 并且这个底下的联络 还是有些问题啊 比如说白棋以后从这儿一走 你从这儿降连的话 这个形状也是非常差 所以说这个黑棋还是不太好下啊 他还是单拐了一个 白棋长 相当于帮白棋把这个段给补了 然后柯杰在跳夹 想把这三个子给拿住 那白棋呢也是相当的强力啊 这个地方基本上跟AI的符合度也是相当之高 搬了一手 这个棋也是比较考验黑棋的 如果黑棋要是屈服了 把上方吃干净 那么白棋这边线手一搬 再把右边挡下去啊 让黑棋在里面忙活 这个黑棋也是比较的累 就算活了 你外面把白棋全部撞后 这个以后中央的潜力也是不得了 那柯杰也是直接搬下来啊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结 好黑棋提结 那么下一手棋可能白棋找的结材 稍微有些问题啊 再右上去挤了一手 这手棋固然很大 但是跟左下角相比似乎 给了黑棋一些喘息的机会啊 这个棋AI给出的结材呢 是左边的这个爬 然后黑棋消结之后啊 白棋有个夹的妙手 基本上这几个黑子就动弹不得了 你再剪出去 白棋吃 你要单独跑 那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周围全白棋的子 你这个凭空造出来一块固棋 下方再为白棋拍一拍 再补一手 这个黑棋不太好 如果说你要是 下方挺头 那白棋就外面把你给夹住 这个棋白棋并不亏啊 外面的潜力实在太庞大了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好杰材 实在走上方的这个棋呢 柯杰就脱签了 他是直接单提 这个棋当然你也可以走在这儿 走在这儿的话 主要是被白棋多拍这么一下 但是提的话呢 以后说不定还瞄着这儿 直接动出 可以先点方一下 点完如果白棋还跟着补 这个黑棋就直接可以飞出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调子 实在单提 当然了 这个白棋右上啊 要看你怎么定型了 实在呢 他走的是这个蛙 如果你要是断的话 黑棋肯定要保脚 他把这个打完之后贴住 打吃粘 你把这个先手 后手一吃 还得再补一手 这个地方还得再虎一个 这样黑棋抢到一个先手 拆一拆还是比较不错的 实在 白棋是挖在外面 这个棋明显想吃黑棋的脚 所以说他反着来 所以说他反着来 黑棋呢 打吃 这也是必然的定型 白棋下立 下一手棋 黑棋是单拆了一个 那么这个棋 不得不说AI的这个细节之处还是强啊 他是先扳了一个在肩 这个棋呢 是把白棋外面四个子的棋搞紧 搞紧之后 你就不太好 从这儿什么跳这种手段 就不太好施展 因为上方这个老虎口 还有一个道铺 并且扳完之后 这个脚上还是多多少少 有一些余味的 所以说这两手交换 可以说非常的有深度 那么实在呢 这个柯杰就单拆了一个 那从胜率上来看 现在白棋还是70几的胜率 似乎是白棋更好下一点 但是黑棋明显比刚才要缓和很多啊 刚才差点就接龙了 白棋胜率最高的时候有达到80多 但是这个节 白棋可以说 这个节才找的是有些草率 那不管怎么说吧 这盘棋还是比较的漫长 那我们稍时休息 稍后给大家带来中盘的解说 看看又会发生哪些激烈的战斗 企业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节视频再见 拜拜 好各位企业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 4月25号 西南王战第二轮的比赛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刘宇航 那现在这个局势啊 依然是刘宇航的白棋 稍战优势 我们来看实战 下一手白棋是在左下去跳的一个方 这手棋固然有一手棋的价值 但是不是全盘最大的地方 像这个大跳 确实比这个要大得多 这手跳一方面要瞄着黑棋右边的保位 一方面要扩张上方的这个模样 是一部必须手 实在呢 白棋往下方补了一个 其实对于黑棋下方这颗子的影响也不是太大 因为这颗子的活力实在太大了 黑棋完全可以拆 对吧 底下有这个尖的借用 上方还有靠出 所以说黑棋并不怕 实战柯杰的这个方向感真的是太强了 走到了白棋的要点上面 这一走就逼迫白棋 马上要打进来 但是白棋的这个手段呢 稍微有些粗糙 这个棋明显凑黑棋一个飞风的好点 AI的思路很清晰 他是先把自身的这一块给加强 这两手一走 上面的味道基本上就没了 走完之后我再打入 上下都要抢到 黑棋逼过来 白棋还可以继续靠压 反正你这个右下角呢 已经没有33可以点了 就把你加后 然后白棋再从二路钻进去 这种思路可以说是非常的连贯 把这个黑棋的空一掏 上方一加强 白棋全盘还是处于一种领先的位置 那么实战呢 他走的是这儿 这个棋有点怪异啊 而且马上掉了十几二十点的胜率 黑棋往这儿一封 白棋跳回 而且他这个组合拳也没有打完整 白棋呢 还是应该在这个右边先搞一下 跟黑棋的这个手脚交换 然后直接跳下去 这个挂脚交换 主要是为了抢个先手 马上就有这个二路飞 黑棋大致也只有肩顶 白棋先手 拌完之后再一打 再往上一跳 把黑棋右上角这朵花连根切断 这个棋是白棋非常凶的走法 那么实战呢 有点软绵绵了 单跳一手 黑棋连回家 那么根本就没有伤到这个科捷的筋骨啊 黑棋该围的还是围到了 下一手棋白棋靠出去 科捷呢 也是非常直接的就冲断了 这个棋还有一种搅局的方法 就是在上方把这些残子充分的利用 靠一手 白棋要是敢跟你在这较劲 你就整个在这乱搞 然后子一多之后啊 就把这个冲断 这样作战 黑棋肯定是有利的 所以说当你碰这个地方呢 白棋肯定也是单瞻 然后黑棋发动僵尸流 把底下全部出动 这样对破 空啊 这个黑棋一定是可以满意的 实战课解就没有管这么多啊 先冲断 然后黑棋搭在底下 这一手搭主要是为了引针 非常的明显 那当然白棋也可以阻止你引针嘛 他上方一扳 黑棋就没办法了 你要是硬来 他打完之后再一尝 仍然撑不掉 白棋还可以跑 那么走成这样 这个局面就很复杂了 首先黑棋下方 这三个子要处理 中间虽然说撑不掉 那你上方两个子这个所占的地盘也是非常大 也需要去处理 而且这个左上方 白棋啊 还是有些味道的 黑棋这个靠完之后飞出 也是有棋的 但是要看你什么时候去出动 所以说这个棋就非常非常的难 双方可能也不愿意走得这么复杂 所以说白棋就非常契合的 上方一长 下方让你这个便宜占尽 黑棋班白棋顶黑棋倒 再一段 这个是黑棋的先手 把白棋滚一圈 然后这块棋呢 你不要看他好像外面断点很多啊 但是他也可以当做一个后势来用 AI的视角里面 右下角四分之一个棋盘 马上就可以当做抱一圈 去惊吞白棋了 往这飞一手 但是这个飞呢 可能步调卖的有点大 白棋在里面还是活蹦乱跳的 对吧 弹性特别的足 AI的思路是先把白棋中央两颗棋筋 给他折磨一下 但是这个棋很有可能 这个白棋就闪身而过 你会落空搞不好 不太好把握 克杰呢是比较简单粗暴 就直接怼脸上来了 进攻 那白棋这个生存空间也是非常的小 被黑棋无情的压缩 下一手棋他走的是大飞 想要在底下扎根 那么这个棋 有的棋有可能会觉得这边冲断怎么样 先断一下这个 然后再断上面 这个黑棋肯定他不会跑 这个如果形成一个弃子 这个黑棋以一种五子连出的方式 把这个大脚给割下来的话 那这个白棋肯定是不满意的 这个控损失都太大了 所以说白棋还是要整活 在这儿大飞黑棋 小飞一个收根 白棋再往上搭眼 同时这手棋也是 瞄着黑棋中央的这个冲断 那么接下来看黑棋怎么想 如果你要是老实一点 你把这个上方给拐住 补一个段相当于 白棋就在中间搭眼 你把它封住 它里面还可以搞搞事情 夹一夹 这个棋肯定是死不掉的 这样走黑棋没有意思 即使你上方在这儿搞一搞 也搞不出什么棋 你搬的话白棋就跟着你硬 你再搬他就 让你爽一下 他这个木树拿到黑棋落空 所以说柯杰也是找准机会 这一手棋可以是宣告 黑棋的进攻势头 马上来临 这个靠进去 白棋是相当难受 看白棋怎么办 实在他往旁边去尝了一个 黑棋跟着贴 那么白棋下一手选择的是挡住 这个其实白棋也是可以往前冲的 冲的话 首先黑棋 他上方这个段还得再补 补完之后 他还得再补 补断连回 白棋把旁边的这个毛病一补 黑棋虎一个 你刚好沾 这个是可以回家的 他搬你反搬 中间中间两个子也欠了一个断点 如果说黑棋要是硬来的话 比如说他硬冲 那白棋就往下冲 黑棋如果吃这个底下的脚 那白棋不弹 我把上方的两个子一割 这个明显比我们刚才摆成 那个五子连珠的这个黑棋吃法 要小得多 白棋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说黑棋要是把这个连回 白棋长依然是个先手 走完之后补断 你把上方一扳 白棋反扳 这个时候黑棋是没办法断的 断完之后马上就给你来一几 这个黑棋两头都顾不上 气太紧了 他只能长 长的话白棋往下一拐 黑棋冲完之后再断 看上去好像还是可以吃白棋 但是白棋抢到这一虎 利益非常的头疼 你要打上来 我马上 打这儿马上给你开截 这个截白棋吃通连体两下 黑棋肯定不行 你要是不打 比如说你要补断 那么白棋首先这个后门 有一手起 可以把你三个起筋吃掉 没有后顾之忧 再点在这个二路呢 黑棋整个右边这块也不活 那黑棋肯定失败 所以说这个起 白棋单退一个是可以的 也可以回家 他是挡住 那么就给黑棋留下来 这个杀棋的空间了 假如说 克杰心一横 把这个一搬 那这个里面确实非常的复杂 有点看不清 白棋站上 黑棋顶住 白棋上方这个 靠下来 黑棋还可以虎在二路 破眼 白棋旁边的这个飞刺 黑棋直接补在外面 不给你任何出头的空间 白棋挡黑棋站 白棋在一虎 这个里面呢需要去算一算 到底能不能活 因为白棋底下的眼威 还是挺丰富的 比如说这个二路刺是先手 这个等会 半毡是先手 脚上还有棋 这个就需要算了 那柯杰呢 显然也是不想走中 看不清楚的 他还是 想 各自安好 把这个靠住 两个子一吃 让白棋大龙出去 下手棋 白棋是单毡了一个 当然这个地方黑棋似乎还是有些缺陷啊 就是这手挖 挖完之后呢 黑棋退 白棋再一扇 这个也是一个次 然后再往里面吃 这个图跟刚才我们摆的差不多 这个白棋啊 就等于说放弃了出头 硬要在底下去忙活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凶险的 比如说白棋长一个 是吧 黑棋冲完之后把你一眼挤掉 当然白棋在这个脚上还是有些手段的 比方说这个冲断 你打吃完这边打一下 这边刺一下 这边沾一下 底下有这个有眼卫 旁边有眼卫 这个还是非常的复杂 那么实在呢 白棋是单毡了 黑棋连回 白棋飞出 激烈的战斗之下 双方零伤亡 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一个局面 那么下一手棋呢 黑棋走的是上方的班 有的球可能还会在这个中央比较纠结 是吧 这黑棋到底能不能扳断 扳断肯定不行啊 白棋往外冲 你上方三个子要处理 旁边还有一个断打 这个黑棋就散架了 但是黑棋以后可以保留这个尖段 这个是白棋非常头疼的地方 我们稍后从实战也能看出来 好 接下来黑棋是二路一班 这个棋明显是想搅局了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你白棋要赶虎下来的话 我马上这儿来一个断打 再来冲 你得断我一沾 你其今钉四这四个子 只有三口气 你怎么收我的气 你像这种拱都不行 黑棋往外长 气越来越多 最强硬的是这手夹 黑棋往上一冲 马上就有一个倒扑在这 你这个气已经没办法收了 所以说黑棋上方的这个斑 就是为了紧住白棋的气 那白棋也是只能老老实实的沾上 黑棋脚上再一斑 要出齐了 斑完之后再呼 如果说白棋按照正常的这个流程来走呢 打一下之后再打 里面是一个打结 对吧 但是莫名其妙的白棋没有去交换这一下 他先去打 这个差别就非常大了 首先不说别的 你给黑棋一个选择的机会 他可以马上做活 一团活了 虽然说你可以冲击他的右边 但他跟你这样走一走 再碰一碰找结材 你把它切断 黑棋再提结 这个结白棋就把自己搞大了 是吧 这个棋一旦黑棋打赢 你刚才吃掉的几颗子全部活棋 大脚也被黑棋掏掉 这个白棋肯定是不明智的 所以说这个没交换 可以说是白棋的一个勺子 而且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白棋实战一打 柯杰呢 也不想把右边这块棋 搭进去 他就非常求稳的去打了一下 做活 那么白棋这个手反过来再打的时候 黑棋已经不会再跟着你继续硬了 这个就是白棋平白无辜落了一个后手 柯杰这个时候 他就进入到了他自己擅长的领域 就是最终的角局 沙达龙 智孤 这个是他非常擅长的 这个棋呢 他先碰了一个 这个也是一个忽悠 神之忽悠的一碰 刚才我们说到这儿有一个间断 其实现在动手啊 时机也是来得及的 你再往外跳一跳 这个白棋相当的凶险 柯杰呢 是先往这碰一手 其实现在啊 这个这一招忽悠白棋 是有机会脱身的 就是赶紧往中间 随便你哪边去补一手 黑棋上面先动手 你再跟他 搞一搞 纠缠 纠缠一下 白棋还有机会 实战白棋有点听话啊 碰一下 赶快把这个一场 那么柯杰不由分说的 直接冲断 间断 这个白棋 立马陷入到的难局 前面 一直是白棋在压着黑棋打 从右上角 这个落了一个后手开始 又被柯杰忽悠到 结果右下角的这整块大龙 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可以说是非常的难了 其友们也可以算一算啊 接下来白棋是出头 还是能够在原地做活 还是找哪块棋对杀 那我们下一节视频 继续给大家揭晓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节视频再见 拜拜 好 各位七众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 4月25号 西南王站 第二轮 柯杰对战刘宇航的这场比赛 那现在这个白棋右下角 要全部完蛋啊 怎么办 只有闭着眼睛往外冲 那么黑棋断 这个都是早就在柯杰的意料之中 白棋在一场 下一手 黑棋先手一打 那么接下来白棋没有马上沾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按照这个粘的走法 黑棋肯定是先把 三颗子往外长气 那么白棋中央的三颗子呢 也有问题 它大致也只有备一手去长气 那么黑棋就贴着它走嘛 把这个口子给封住 白棋断 黑棋一双 先不说这个黑棋左边 到底薄不薄的问题 就是你右边 这个像俄罗斯方块一样的七颗子 被黑棋吞掉 这个白棋的木树 都已经损失非常惨重 所以说这样下 白棋已经不行了 实在呢 他想在里面搞一搞事情 挖了一手 黑棋是单沾 如果这个棋 黑棋就按照这个第一杆反打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 白棋再反打 黑棋沾上 白棋连 黑棋一沾 打吃就尝 看上去好像味道不太好 但是白棋就是出不了棋 他断 我就往底下冲 再搬 我还可以断在这 如果说白棋要是只是这样双打吃的话 那黑棋笑死了 这两个子给你吃掉 简直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的大龙全死 白棋就可以投降了 那么如果说白棋要是沾的话 黑棋从这 先手一打吃 随便打两下 把这个一沾 那么这个黑棋带眼的 这个棋肯定比白棋下方 这个棋要多 这个棋如果你沾的话就说不准了 沾的话 这个被一下子滚打 外面的白棋 你要是一手棋摁不住的话 白棋往里面走一走 这个棋还说不准 比方说走完之后这一打 那黑棋可能不行了 所以说这个眼一定要沾上 这样是棋最长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实在呢 柯杰是站到这 让白棋穿回家 黑棋再一打 这样的话味道比刚才好一点 棋要多一点 但是同样的白棋的棋也变多了 实在白棋是冲了一个 断了一个 这也是为以后的这个初棋啊 招到头绪 这两手交换 比方说白棋以后往这个二路跳 这个是先手 黑棋补一手 那这个有了一个二路的子 再往上方 比如说飞一飞 这个眼位一出来 气就比刚才要长不少 这个是白棋在脚上交换的一个思路 而且我们上节视频摆了 如果说黑棋从这打的话 那白棋更好 这个地方马上 什么像这种穿啊 包括像这种地方至少能马出一只眼 对吧 这个黑棋还是要谨慎 从这 那么白棋下一手 可以说是本局的第二个勺子 就是在中央单粘了一手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底下的这手 粘是有多么的大 多么的重要 这一手一粘啊 黑棋肯定要跟着走 不然马上白棋你看 像这种什么断 这个全部来了 这种穿 对吧 黑棋味道太差了 所以说黑棋会补一个 补完之后 白棋再粘在上面 这个多一个次序 不仅是气的问题 而且黑棋自身的这个联络也有问题 以后白棋冲下去啊 说不定都是一个先手冲 对吧 所以说这一手粘太重要了 实在没有粘这一下 马上后续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们来看实战啊 他先站在上面 黑棋往这一跳夹 白棋是往外冲 那么这个棋呢 如果往上冲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会怎么样 往上冲 黑棋就连 你再冲 黑棋就贴住你 这个棋 只要黑棋把外面 这一大串长气就可以了 那么白棋 如果现在再想粘这一下 场里面这个大龙的气的话 黑棋是不可能 再跟着你在这儿糊 会直接把你中央这块给 摁进去 那么白棋肯定是不行的 你即使里面大龙活了都不行 外面损失太过于惨重了 所以说你不粘 现在粘不到 实在呢往这儿横冲 黑棋是霜了一手 这个地方 当然黑棋往上尖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白棋挤 是吧 黑棋就把这个中央的段给他双住 白棋要是长气 你就让他走 再往外沾 黑棋可以 马上把这个头挺出来 这个棋 白棋被裹在里面 肯定是不行的 大龙要死 就算黑棋把这个里面单提手 白棋也不行 他要封你外面 黑棋就跟着走 他连扳你就成 这个里面的气是非常非常多的 肯定比白棋右边要多 而且白棋的这个包围圈也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你看 现在黑棋都可以提在这儿 是白棋他送的一个机会 实在呢 柯杰是双了一个 差不多 你看双完之后马上提 所以说柯杰在这种比较关键之处 他是不可能发生失误的 非常的敏锐 只要你犯错 我立马 把你这个机会全部给毁灭掉 抹灭掉 让你没有办法后悔 下一手棋 白棋中央封 那么走到现在 白棋唯一的机会 就是把中央 黑棋这几颗棋 先封进去 然后对杀气 反正白棋右边的气 也就这么多了 对吧 出头不可能 活棋不可能 那就想办法收黑棋的气 黑棋下一手走的是小尖 那我们这个时候 不妨看看AI的这个 长气方法 这个时候AI肯定是 算得比较清楚 飞一手 飞完之后白棋封 然后黑棋寻求 左边的长气 白棋冲你就倒 他坚住 你就把这个地方 先手一坚顶不断 不完之后再往外冲 白棋要在底下长气 你就跟他杀 AI觉得这样 黑棋是完全能杀得过的 我们也就不去 细细的验算了 实战科捷是跳了一个 白棋刺 黑棋沾上 当然这个地方你并也行 差不多意思 沾上 下一手棋 白棋处理也是有问题 在左右两边都开着口 黑棋又可以往左边长气 又可以往右边长气的时候 白棋选择先锋住左边 这个棋完蛋了 我们来看实战 黑棋贴 这个是命令手 白棋只有搬 黑棋再搬的时候 你白棋也是只有沾上 你不能长 长的话 这个地方黑棋一断 你上方断 黑棋一打 你明显气不够 你这边滚包也没用 这个黑棋反正有四气 你只有两气 对吧 所以说被黑棋搬的时候 只有像实战一样沾上 黑棋再搬 那么白棋也是只有断打 黑棋还要再长 这个地方走的是非常的精妙 白棋再长的时候 黑棋还要再打一下 白棋再拐 黑棋站上 虽然说对杀 黑棋少一气 三气对三气 白棋得紧一口 但是你看 这个之前的一些废子 全部利用上了 黑棋稀里哗啦的 直接冲到你的大空里面 去长气了 白棋只有沾 站完之后 黑棋大步流行的往前 挺进 白棋再一冲 黑棋这个时候 其实还可以再嚣张一点 把这个藏出去 对吧 反正你越走气越多嘛 白棋刚才说的固定死 就这么多口气 走成这样 白棋也不行 但这样呢 有点看不清楚 里面万一搞一个什么结 就不太好了 所以说可结 及时收手 回来收气 这个地方 什么几木棋 都不在话下了 关键杀龙 白棋挤足 黑棋再往外冲 白棋顶 黑棋还要断 这个断 也是为了让以后 白棋中央的这个断 不入气 白棋吃 紧气 黑棋再往外吼 这个地方 白棋也不能贴着下 贴着下 马上 你比如说从这儿走 随便走一走 这个黑棋 打一打都要火了 是吧 这个棋肯定不行 所以说 白棋只能松着走 那么黑棋往这儿一打 打完之后呢 柯杰也是大心脏 还能往外去 补雷手棋 这个棋 除非是这个算路很深 不然 估计换作一般的选手 这个最好是在这儿补一手 反正我下的话 像这种大优棋 屠龙就能赢 我肯定会补一手 这个左边什么 都给白棋了 这个无所谓 但是柯杰 还有机会去补了一个 我们来看实战的对杀 白棋打尸 黑棋沾 白棋冲双板凳 再往这个二路长气 黑棋往这儿一打 那么白棋就认输了 已经算清楚了 这个棋如果你沾的话呢 黑棋就往这尖顶 你再沾 黑棋一夹 这个很明显 白棋眼见只有武器 黑棋中央这都已经 八口气了 是吧 这个太多了 白棋最强的 可能也就是这个双 双的话黑棋就挡住 你收气 他收气 再收气 再收气 再一收冲完双板凳 这个是武器对武器 这个白棋也不行 所以说无论怎么下 这个白棋气都不够了 可以说这盘棋 刘宇航发挥的 确实也是非常出色了 输就输在 一个是右上角 这个地方啊 应该在打劫之前 先把这个上面断打 打吃掉 逼着黑棋开截 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大龙 对杀逃跑的过程当中 没有把这一下给沾到 非常的伤 导致后面的对杀 气特别的紧 所以说 而且还影响到 这个里面的味道 那么这盘棋 科捷 除了这个布局阶段 被白棋压着打之外啊 其实余的发挥的 都是特别出色 只要对手一有漏洞 立马不给机会 直接一举 击亏 好 相当精彩的一局期 希望请我们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